聊四季 天眼多個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波斯仁對上BOBO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 是我們的台灣知名選手 天空熊 波斯仁他這次選擇的文明 是比較算是開農型的文明 因為他的城鎮中心的效率 是封建時代開手加4%的工作效率 但這個工作效率是只有含村民的產生速度 研發磁帶或是織布技術 貌似是不會增加速度的 波斯仁他算是一個蠻特別的文明 因為他同時有縱裝駱駝又有遊俠的文明 而且有三級馬凱 所以基本上他是一個遊俠馬國文明 但他的工兵還有這個波斯工兵 造工兵的話不需要黃金 這個效果讓他可以在早期 大量使用這個騎士鴨字 後期就可以轉出這個不用黃金的工兵 進行搭配組合 是一個蠻強大的一個能力 波斯仁後期也可以考慮轉出戰像 但是實戰上來說比較少見到 如果有機會我們再來繼續討論 波斯仁也是下一次的改版 11月1號 DLC新上線之後 波斯仁會進行改版 戰像對建築物的傷害也會提高 那他其他方面 這個之後我們來吸引片手再繼續講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伯伯仁 伯伯仁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村民的移動速度特別的快速 雖然在黑暗時代的時候 他是只有加成5%的 是0.84 你看到0.84 那到封建時代的話是變成10%了 那我記得以最初的版本都是10% 然後現在都會依照時代去劃分這個特殊能力 那伯伯仁呢他的文明打法比較適合打這個 馬舊單位開局 因為他的馬舊呢是有這個折扣方面的優惠 城堡時代好像是9折 那地獄時代是8折 那不管怎麼說有折扣就是比較香 那伯伯仁的騎士部分呢算是普通 但是他駱駝只要點一下金冠技術 就可以有這個自動回血能力 所以伯伯仁遇到騎兵果還是打駱駝會更適合一點 後期呢可以轉出這個寶兵 駱駝公兵作為主力 那駱駝公兵的部份呢打 蒙古圖祭也是相當厲害的單位 然後打騎士跟駱駝也是ok 但是就是需要操作以下 那接下來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到地圖部分呢 伯伯仁上方是有石頭 右方有這個果子 下方有黃金 目前看起來前方的黃金數量還不太ok 因為附近在前面的話其實蠻糟糕的 如果金被控住就完蛋了 就是兩塊附金被控住就會很慘 而且這兩塊附金都是有高地的 所以伯伯倫這邊可能要找個機會去插個城堡 把這個金拿下來 看到果子在右邊 黃金在下面 至少只能給個三四十分 有點慘 雖然後面有兩片木區 但這個木區的木頭量其實蠻薄的感覺 還是不太好防守 不管是要大圍還是小圍 都會有這個破綻出現 可能還是要稍微捨棄一些資源點 不能全部維持 我們來看一下波斯人 波斯人這邊的黃金在下方 果子在前面 這個地圖看起來也是蠻爛的 而且兩塊附金也是都在前線 這個地圖平衡做得還不錯 兩邊地圖都差不多爛 都是金礦都在前面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張地圖 只要誰打了強軍士 或是把地圖控制的好 基本上可以拿到一些優勢的 好那我們看到天空熊這邊已經18P 點下了封劍 點下了織布的研究 待會呢 才會點下這個封劍時代的升級 結果天空熊把這隻蜜亞還給了對手 然後對手還跟他打了一個TY 天空熊是蔣伍德的玩家 天空熊回了一個是 波波人這邊點下了織布技術 一個是18P一個是19P的一個升級方法 後面稍微圍一下 這邊不管怎麼圍 都是會讓自己的果子 遇到工兵還是要被拉走的情況 我以為他會再往外圍出來一點 這邊再出來一個 但是你的金還是會遺漏在外面 這就是這個地圖很爛的一個原因 天空熊是直接圍了支援點 沒有打算要像他這樣圍個長條形 他也覺得怎麼圍都不太好 這時候天空熊突然前置了村民 蓋了射箭場跟軍營 要來直接塔攻對手 好 槍兵過來 踩刀 唉唷 這隻肉馬居然活了下來 天空熊這一波秀得很好 那我們看到這邊的蠟村民是四村喔 那這四村也是我們之前講的細節 其實這個箭塔駐守的人 只要四個人 就可以讓箭塔的這個 傷害達到最高 所以你拉五個人去 只是讓你的箭塔蓋的速度比較快 並沒有辦法再增加箭塔的傷害力喔 四村是最多的 那天空熊呢 這邊是直接開打 然後沒有繼續蓋箭塔 對手也是先下了一個箭塔 沒有繼續蓋 然後這邊敲了一下之後 對手開始敲了起來 但才發現天空熊 並沒有想要繼續敲這根箭塔 敲了一下 抵了一下 遍對手去蓋這根箭塔 應該是要蓋起來了 50%繼續干擾 然後在右邊補一個新的箭塔 哇 天空熊有點心機啊 天空熊是不是最近看了我們這個 一塔換四塔的陽光影片 所以也想來效仿一下 MBL的招式喔 用這個村民去敲房子 跟圍牆 然後直接跟他換塔 但這個位置其實有點尷尬 這個只要點一擊一射 基本上兩邊還是可以射得到的 好 但這根箭塔的架子還不錯 雖然我覺得蓋這個位置可能會更好一點 這邊更深差一點 這邊的木球全部被控住 那如果再上方一點的話 對手還是可以伐木 但是有些村民還是會往下跑 那這個就是天空熊想要打到的效果 好 那目前看起來 天空熊賺到了一點甜頭 但是有點尷尬喔 因為他現在是浪費四村在裡面射箭喔 這四村完全沒有工作 所以看要不要待會去挖對方的黃金 或是直接繞背 繼續伸插後面的伐木區 那這邊就要先圍起來會比較好 好 對方的毛兵過來 給天空熊更多的壓力 第一時間把弱馬殘血的給收掉 兩邊的毛兵互打 但目前兩邊都還沒點一擊射 所以大家射程都是一樣短 這貼的有點太近了 這天空熊剛剛有幾發毛兵 傷害沒有出去喔 反正讓對方先手得逞 哇 結果天空熊自己的毛兵全部送光 這一波有點尷尬 進行前壓情況一下喔 送掉自己的軍事單位喔 其實有點虧喔 這邊村民拉一下 到左邊看一下 這邊的部分喔 其實可以駐守弓兵進去喔 但現在這個情況 去按弓兵的話 是需要挖黃金的喔 來 天空熊的策略喔 現在是想要先挖點石頭 先開搞 然後先趕快灑大量農田 把自己的肉量先搞起來 然後補下一些毛兵進行防守 這邊趕快再按一下 一擊射下去 冰工場待會也要補下 這邊毛兵過來防守 高打第一應該可以打得回去 這根劍塔建立起來 收村開始拆除這根劍塔 這邊也是進駐了四隻村民 欸 拉了五村 你們看這邊五村喔 攻擊力的話是0加4喔 這邊呢是兩村 是0加2 所以不管怎麼說 四村就OK了 這邊拉到五村就怪怪的 天空熊把一些村民拉出來 修理一下劍塔 這時候對方波波人點下了一擊射 哇 對方農田灑得很快要十五片田 但這個劍塔空到四片田還不錯 好 後方的毛兵再過來 阻止一下天空熊的毛兵部分 右邊這個劍塔應該是要放棄了 因為對方我一擊射 劍塔是不太可能修得回來的 好 直接一個連環塔 再去一根 繼續控一下他的農田 但對方的經濟資源 其實都已經控差不多了 待會這邊再補一個市集買賣一下 還是可以順利的up上去 好 上方再補一根塔 這根塔直接把正面的農田全部控下來 這時候天空熊可能覺得自己控的農田還不錯 但他這邊投資了非常多的肉馬 又拉了四村過來繼續打架 讓對方也是一個連環塔 直接守住了劍塔的防守 哇 天空熊這樣尷尬喔 四村拉過來 這四村都沒在做事 經濟很差 而且還補下了馬凱升級 那對方已經up上去了 點到了城堡時代 哇 幹這八村怎麼辦 找不到人生方向 只能走來走去 那目前塔工上方被阻擋的情況 看要不要繼續升插進去喔 或是直接回弄喔 去挖這個黃金啊或石頭都可以喔 或是直接挖出一個城堡 準備來升城堡時代 也是一個辦法 但是這邊好像沒有要在中間挖石頭 誒 要往上走 看到這邊要直接手撕兩根劍塔嗎 這些肉馬點下了一擊馬凱 義工品種 奉劍時代最強科技全部點下 義工義防品種的肉馬 血量非常多 槍兵這時候過來截一下 但三隻槍兵數量其實很多 這邊想要手撕劍塔 但對手上已經有所防禦 蓋了兩個房子 把這根劍塔給夾住 看起來可以順利手下 天空熊這一波被鬧到了一點 沒有辦法順利的 把對方的劍圖給拆除掉喔 好 升到城堡時代的伯伯仁 這邊村民有在繼續按 劍塔的部分努力抵抗當中 但毛邊打村民的效果實在是太差 這根劍塔應該是能建得起來 好 天空熊這邊可以把 對方的村民喔 給逼退了回去 但只要點下二集射喔 這根劍塔還是要被拆除的 兩根劍塔都會射得到他 好 又變成若瑪 想要去抓瓦斯托村民 但是對方反應速度很快 直接把這個礦區給圍了起來 厲害 這個手術 這位手也不是泛泛之輩阿 好 那二集射好的料望塔 這根劍塔應該是毫無懸念的 可以拆除了 好 這裡要再補一根劍塔阿 這邊天空熊蠟三隻村民過了 想要引誘對方在這邊補一根劍塔 但對方似乎沒有上當喔 結果挖穿一個洞 這邊趕快再補一下 後方的毛兵要被洛馬全部砍死 勃勃人第一時間沒有產出自己的騎士 或是駱駝進行反制喔 有點可惜喔 好 這邊直接繼續想要爆打一波 這邊這根劍塔還在修理 天空熊這根劍塔修得很好 這樣繼續拖延時間 讓這根劍塔存活更久一點 這時候伯伯恩喔 其實可以拉很多村民喔 進行爆打就好了 這時候拉村民直接去扁他 後面箭矢繼續射 但他這邊不敢原因喔 是怕對方弱馬過來回救 好 還是拉離村去輸出一下傷害 但是後方弱馬過來 好 這邊直接拿村民爆打這隻村民 果然被擊殺掉了 哇 尷尬了 後邊這個房子能不能守住呢 塞底血1820 打破了這根房子 中間不能補下一個新的城堡 後方弱馬已經串人進去 但是天空熊也點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了 好 這波進去好像沒有要繼續升差嗎 還在等石頭呢 石頭還差一點喔 才可以再補一根箭塔 好 這次終於受不了了 既然你的肉馬沒有要過來救 我直接拉所有的村民 進行前A 但天空熊的村民也被放了出來 然後爆打一下村民 好 箭塔能夠修回來嗎 好像有點極限 直接光臨 但是黃色伯伯仁的村民損失了兩村 第三村 閃血的人已經拉回家 沒有問題 好 雖然上面被打破 但是伯伯仁並沒有很慌張 後面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天空熊見證 看到裡面很難燒得到 就沒有繼續升差進去了 好 在上方再補一個新的箭塔 沒有放棄這個 干擾對方的金礦的想法 正面的部分呢 三根箭塔 直接被城堡給拆除掉了 那黃劍的部分也可以順利繼續挖掘 好 升到城堡時代的天空熊 點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 待會這邊村民可能要先去補個木頭 然後來開城鎮中心喔 這邊再不轉容 或是給對方更大的 這個強軍事的力道的話 可能會不太行 不然就是要趕快挖石頭 把這邊插一根堡 碰下他的石頭 從這邊上面控制大量農田 甚至喔 這邊連環堡 直接再插進去 控制右邊的城鎮中心喔 都是一個不錯的決定 但對方弱攻一出來之後 這個打法可能就會被壓制住 因為你很難把這個城堡給蓋起來 所以天空熊這邊轉出駱鎚來反制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然波士也可以出戰寶兵進行反制 當然沒關係 我們看到的是天空熊是要用駱鎚反制對手的想法 波波只抽一點下的耕種技術 增加一下這個騎兵的跑速 這個能力呢 讓這個弱攻也能吃得到的 最近有看到一些剛加入世紀帝國的新手在發問這個問題 他們會說 欸 這個馬舟的跑速跟品種 馬攻的部分吃得到嗎 答案是吃得到的喔 這就是世紀帝國很有趣的地方喔 有沒有這個品種跟跑速喔 其實是對於馬攻這個單位是有影響的 當然一些特殊的騎兵單位也是可以影響得到的 所以我覺得世紀帝國雖然是一個很好玩的遊戲喔 但是它在於一些細節上的解說 讓玩家們有時候會搞不懂這些細節上的差異喔 跟一些能力上能不能吃得到的問題 其實寫得相當不詳細喔 所以我們這些做解說的偶爾要補充一些 怕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有在玩的人知道的事情 好 那這邊看到駱駝繼續升推 駱駝打弱攻塞很高 所以波斯這邊有遊俠又有駱駝 其實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因應各種狀況去出自己需要的兵種 好 這邊投石車沒有第一時間去攻擊劍塔 反正是先拆除前方的市集 然後再來拆除兵工廠 打一個穩健型的拆除作業 後方補了一個老頭 想來防守對方的騎士或者是駱駝 好 那看到對方騎士過來 但是老頭還有25%才要出來 這邊投石車可能很難救的回來 但是劍塔加上弱馬第一時間收掉了 這裡還有一隻駱駝耶 好 這時候勃勃人點下了品種 品種點完之後 弱攻血量也會增加上去喔 我發現最近載世紀帝國人越來越多了 真的是比前個月還要再更多 再跟大家補充個小道消息 世紀帝國的排名 的線上遊戲人數 居然是前100名 在上個月還是前50名 那現在我覺得能在 實定上盤名前100名的一個遊戲來說 已經很了不起了 然後想實定上的遊戲這麼多 熱門遊戲也很多 但沒想到世紀帝國也有可以上這個 世界排行榜裡面喔 相當不容易 這就意味著 玩的人是越來越多 沒有再減少 不然也不可能喔 可以在這個 前100名的榜上 是不太可能維持住的 目前看到波斯這邊直接是5TC開農 天皇熊這邊要轉TC開農的情況下 可能要轉一些防守性質的單位喔 那駱駝繼續防守也是OK 但是只要對方弱攻喔 雖然來到20隻喔 甚至30隻喔 可能駱駝就有點難扛了 因為駱駝本身是沒有太多防護力的 那如果對方伯伯要轉出 這麼大量的弱攻的話 他勢必要提升一些經濟喔 所以天皇熊可能是認為喔 他這邊不太可能會轉太多駱駝工兵 所以繼續用這個駱駝進行防守 然後進行看喔 那我覺得這個觀念是大家可以去學習的 這個就是 我們可以先去預判喔 對手的一個經濟狀況 還有轉兵 還有成型的一個時間點喔 那如果他真的要轉出230隻的弱攻的話 勢必經濟會不好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利用這個空窗旗喔 讓自己先把經濟農上去喔 那待會呢 可以再轉出更多的反制單位喔 例如戰毛兵啊 或者是更多的駱駝 甚至升到這個帝王時代 重裝駱駝上去喔 進行反打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這邊老頭兩個直接開招 有機會招得到嗎 老頭第一時間被擊火 被收掉了第一隻 第二隻也是直接被砍掉 天皇熊兩隻老頭直接損失掉之後 頭死車也沒救 這一波波波人打得非常漂亮 兩隻騎士立了大功 好這時候波波人開始轉出了經濟 二級農跟二級伐木 駱駝的部分呢 駱駝部分分成兩隊 上下矮隊 好駱駝再次反制回去 好3TC補下 補個大雪吧 對這個是大雪 駱駝弓被拿到20隻數量之後 有這個彈道血喔 這樣去反制駱駝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駱駝弓兵的數量越來越多喔 來到了19隻 唉唷 又點掉了一村 天皇熊這邊蓋三馬就沒有辦法了 來得及蓋好 結果沒想到對方的弱弓已經成型 來到了20隻的數量啦 哇還拉兩隻老頭到前線補血喔 偷減生物也沒問題 天皇熊這一波尷尬 但很好 天皇熊這邊沒有正面硬剛喔 反而是打一個多線 讓對方感受到壓力喔 但是駱駝對於打村民的效果 其實並不是很好 因為沒打一下只有6滴血喔 像是6加1 對方還有一點的防禦力喔 打死一隻村民 但是要7到8下左右 才能砍死一隻村民 非常的久 那天皇熊暫時沒有辦法 可以解掉這些駱駝空兵喔 除非自己用出更多的駱駝進行防守 然後再搭配這邊回防的駱駝進行包吵 才有機會解得掉 那對方兩隻老頭呢也是虎視眈眈喔 只要駱駝數量太少 直接反召回去就沒轍 好這邊偷偷轉出了衝車 想要解掉上方兩根劍塔 去偷包對方的黃金喔 天皇熊也是虎視眈眈對方的資源 好那現在對方的駱駝弓兵呢 有這個彈道旋 好當然這裡沒有打算要包鈔 直接用駱駝直接包掉老頭 但是老頭還是順利遭翔到了一隻駱駝 這邊看到老頭直接倒地 劍狀趕快回撤 並沒有想要繼續練戰 這邊駱駝弓兵基本上 再多個兩隻左右 就可以一發集火 收掉這些駱駝弓兵喔 哇這個駱駝真的太痛了 好上方衝車解掉箭塔 看到上方黃金被控 不能忍 趕快拉大軍回防 這時候伯伯仁突然點下帝王時代 但波斯這邊5TC開弄喔 其實沒有辦法很好的 讓所有的TC正常運轉 畢竟打來打要突然出兵防守 反擊對手其實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當3TC不能繼續運轉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畢竟一定會斷肉喔 目前看到天空熊這邊支援量 也快要來到帝王時代了 村民速度差距目前是波斯120寸 對上103寸 村民差距約為15寸左右 好 好伯伯這時候點下了拇指環 哇 有拇指環的弱攻喔 非常的難纏 有沒有看剛剛沒有拇指環 駱駝弓兵就快要扛不住了 待會有這個拇指環之後 這個射擊速度非常快 好這邊城堡可能趕快再挖出一棟 中間補玉跟城堡也不錯 或是直接補在上方喔 把這個黃金跟石頭補回來 對對對就補這個位置 完美 如果是我的話我想再補更高一點 跟這裡還是有點低處 這邊更高一些 駱駝 駱駝雖然來到了25隻 點下了三級色跟化學 駱駝弓兵馬上就要成型起來 駱駝還要帶一點資源才可以點下 駱駝弓兵是1000木頭 跟500黃金 所以待會先斷一下駱駝弓兵 先點上駱駝 可能會更優勢一點 現在上下兩方一直被駱駝弓兵騷擾 但是鐵弓兵也不甘示弱 也拉了一些駱駝進行反制 黃金晃村民 駱駝弓兵到處騷擾 好 現在進行互相傷害的階段 鐵弓兵重裝駱駝 還有1分半才會好 但三級的馬卡已經正在研發了 上方的兩個馬丘進行拆除作業 好 拆除掉了兩個馬丘 哇 鐵弓兵這邊 重裝駱駝居居然是用前面的研發 重裝駱駝 研發直接被打掉了 喔一跳我發現 馬上再補一個 嚇死我了 我想知道他會不會沒發現啊 好 那伯伯這時候點下重裝駱駝的升級 再打算要轉一些駱駝的進行反制 精銳弱弓並還沒有升級 所以 翁翁翼會差1喔 好 但是 有化學3級射 活力也夠了 好 鐵弓兵繼續往前壓制 後放村民 好 天火熊這邊駱駝大軍 來到了28隻 那以現階段來說 波斯人要打贏對方的薄薄弱攻 其實是很困難的 即使自己有波斯攻兵 但是也要大量木材可以產出來 那現階段來說 用駱駝 弄到駱駝去反視可能會更好一點 但是要包抄起來才有機會 沒有辦法包起來的話 還是能難打回去的 好 這邊稍微微一下 哇 還是讓對方溜出去了 哇 這裡有點可惜喔 那還好對方駱駝弓兵還是損失掉了一些數量 只剩下19隻 好 上方的駱駝弓兵 反正回去上方的村民還有採光影帝 上方的TC可能也不保 上方挖野鏡的村民也是被打了回去 波斯這時候展出了重磚長槍兵 還有3級共的傷害 好 駱駝重升級完畢 7加4 3級馬坎 全滿的重裝駱駝 那波斯人打駱駝弓兵加重裝駱駝的情況下 我看過打贏的情況是駱駝加槍兵 還有駱駝加油俠槍兵的打法 那游俠的部分呢 打這個駱駝弓兵其實效果還不錯的 因為坦度比較夠 而且可以掩護駱駝弓兵的 駱駝重裝駱駝的這個血量 所以如果天空球如果這邊經濟夠好 也可以考慮轉一些游俠 進行這個重裝駱駝 壓制對方落光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這邊升級資源其實是非常多 游俠升級加上重裝騎士的升級 所以研發時間也是 但是空撞起來也是蠻強的 那長槍兵的部分呢 是比較難克制到後方駱駝弓兵的 這邊直接開抓後方蓋城堡的村民 但這邊村民砍了非常多的傷害 這邊重裝駱駝可能要全部送掉了 後面駱駝弓兵在後方進行的速度非常高的傷害 上面是高打低喔 血量掉得非常迅速 波士人這邊點下大衝射三級二級的步兵鎧甲 增兵技術潮治療 哇 全部都點了 那這邊升級大衝射的用意呢 是想要用衝射去吸引對方駱駝弓兵的傷害 進行褒甲強制攻城 或者讓對方駱駝去硬點衝射 讓自己的單位有機會可以輸出 那這一系列的打法 其實蠻吃這個經濟的 還有這個一瞬間的操作 這個是需要投資大量資源去轉型的 不成功變成人的一個做法 好 正面的槍兵加上大量的駱駝 正面反制了回去薄薄的駱駝大軍 但是弱弓在後面還是無情輸出 高打低傷還是非常的高 好 正面的駱駝數量越來越少 槍兵也是捅到了一堆重裝駱駝 血紅熊這裡的搭配打得很好 但是對方的駱駝呢 也升級了三級馬駝 目前也是全滿了 好 剛剛一直沒有全滿 好 現在全滿的狀況可能會更耐堂一點 好 波士這邊點下三級的步兵駝甲 好 後方的駱駝也是在騷擾天空熊的家裡 這時候伯伯人點下了肉馬升級 天空熊這時候點出了二級農田跟三級伯木 還有這個 復兵鎧甲 復兵鎧甲終於要升級好了 但是他現在這邊有點微妙 這時候點農田科技 不確定耶 這是不確定耶 好 這邊有非常多的 衝車 衝了過來 但是正面的駱駝數量有點少 對方有大量重裝駱駝 直接直擊後方大衝車 正面的駱駝雖然也是在進行反制當中 但是駱駝的數量並不夠多 下方駱駝想要來支援 但是駱駝工兵直接把天空熊給逼退了走 正面的大通車直接被 勃勃的重裝駱駝給解掉 看起來這波突襲工程全搞失敗 天空熊損失了大量的工程器 支援也是全部蒸發掉了 雖然黃金量還有兩千多黃金 應該可以再繼續開打 但是基本農田料還不是夠多的狀況 太多人在挖黃金 經濟非常失調 我怎麼覺得整個二三十隻的波斯工兵好像不錯 打對方駱駝或是打這個弱弓 稍微都還有點傷害 而且也有這個拇指環速度也是很快 感覺可以用一下 不然就是直接轉 重裝馬弓 當然馬弓我覺得太廢了 因為沒有三級射 所以波斯工兵可能還是可以考慮一下 當然是天空熊現在問題也不是黃金的問題 而是正面的部分有點反思不回去了 我覺得剛剛大衝車不要升級 然後升級遊俠會更好一點 遊俠配上重裝駱駝 正面坦度跟傷害力絕對是OK的 而且也不用再額外升級工坊 天空熊這邊肉量持續不足當中 火柏仁至少點下大弱馬升級 駱駝駝駝傷害速度實在太高 重裝駱駝根本扛不住 哎呀好痛 這一坨弱弓實在太麻煩了 三十三隻的駱駝駝駝 全部射光天空熊的重裝駱駝 正面重裝駱駝再次跑得出來 反制了一下大弱馬 那弱弓方面其實也可以轉頭石車 或是火炮之類的單位進行反擊 這個蠻吃操作的 後方又有一些黃色的駱駝進行進攻 柏柏這邊駝駝打得非常好 多鮮一直燒到天空熊的經濟 讓他沒有辦法穩定獲取安全的肉類 這時候對方已經成型了起來 木頭跟肉 來到了非常穩定的數量 六十九分四十九 黃金的話只剩下七 天空熊的庫存黃金也只剩下一千七百黃金了 這邊有非常多的大弱馬進行過來 想要拆除三巨頭的一個想法 那這邊天空熊這邊 艙龍兵數量不夠多 可能還是可以拆掉三巨頭就走 剩下四巨頭也沒問題 艙龍兵繼續輸出 但是大弱馬還是順利解掉了三台 哇 三巨頭被解掉很虧啊 上方的神聖中心也是要被手撕掉了 路頭弱兵直接爆射一波 把這個產生中心順利拔除 這根巨頭能夠守住嗎 大弱馬再次上前開始輸出 但還可以 哇 剩六十滴 勃勃這裡的駱駝弓兵實在是非常強悍啊 天空熊這裡是有點毫無招架之力的感覺 肉類一直沒有起來 好 這根城堡拿下來的話可能還有機會 好 左邊非常多的肉馬跟駱駝 還有肉龍直接直擊後方的農田 天空熊這時候把所有大軍往後撤 但是下方的部分又溜了一波大肉馬 正面有五隻駱駝進行防守 但還是有一些聰明被打到了 看一下後方 後方這邊槍兵過來防守 但是沒有抽到任何一下 直接被駱駝弓兵給射掉了 下方的大肉馬直接兵分兩路 弱公繼續往後撤 想要堵這個窄口 那天空熊沒有辦法讓所有的駱駝進行正常攻擊 這一坨弱公堵這個窄口非常好 後方的大肉馬繼續繞 下方的大肉馬繼續騷擾當中 上方也是 繼續拉了一些工程器 還有弱公進行進攻 正面天空熊的城堡可能快要守不住 但下方城堡已經順利拆除了 後方的落頭雖然順利的包夾掉了 但是自己的資源量也完全見底 天空熊的資源只剩下45樓 村民只有少量的74村 大量的村民瞬間被波波的人全部拿了下來 天空熊這邊還能再繼續再戰嗎 村民數很明顯不夠 一瞬之間天空熊 帝國直接被打爆 下方還有兩隻落馬繼續砍 哇 後面這個落魄 一直沒有解乾淨 落馬一直在打 天空熊現在沒有其他的操作力 可以去管這些大落馬 這些大落馬無法無天啊 殺了17隻的村民啊 太扯了 天空熊這邊想要努力防守住中間的位置 但是資源不夠 只能打出GG 最後這一波波波打得很漂亮 自己用非常多的落馬 加上這個多線 直接三線進攻 確實把天空熊打得一個措手不及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木材跟食物 輸了大概3000的食物 木材的部分人數也是3000 黃金的話兩邊是差不多的 對方擁有兩聖物 黃金產了1600 石頭畫質是移了快要1000多 軍事方面的是 薄薄人有1.25KD 畢竟人家有攻兵 可以持續拉打 去白換對方的單位 波斯則是0.8而已 還是有點太薄弱了 這個防禦力 這一把我覺得可看度其實蠻高的 從前期的天空熊塔 波波勒也是一個教學士 怎麼應對塔工 後續的拆除跟進攻方面 波斯跟波波都打出了一個 蠻好的一個示範 這支影片呢 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也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